嗨 要我带你去看看旧金山的空中花园吧 眼前就是旧金山的摩天大楼 也就是旧金山的金融区 这里呢是旧金山近几年刚刚建成的交通枢纽 它连接着汽车以及地铁的总转站 看看是不是要现代呀 我是从中国城的地铁站来到这里 要去找我心目中的空中花园 听说这个空中花园绝对是旧金山现代版的典范 终于找到了去空中花园的缆车了 这个缆车呢运送客人由下向上 那么这个空中花园大概高多少 大多少呢只有坐缆车上去才可以看到 乘缆车呢是免费的 可能在旧金山城里住的人 也未必能够有闲心到这里来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 就想看看现代化的旧金山 那空中花园于地面的高度落差呢 大概有二十多米 空中花园呢是长条形的 就像一座街道 大概有长四百五十多米 宽呢大概六十多米 也是旧金山最新的公园之一 一出缆车呢就听到了音乐声 不知不觉的每个人走路都伴着节奏 不知不觉当中我就闻声起舞呢 现在我的脚下不是地面 是山城楼之上的空中 乐队呢用西语唱着歌 乐队呢用西语唱着歌 我们也听不懂 但是音乐是无国籍的 据说这是一支很著名的乐队 今天来这里也是美菲律威市民旅表演 这是一座被高楼包围的花园 乐队的声音呢也是特别的好 那乐队的名字叫什么呢 看看这个西班牙语翻译成英文的 什么西班牙语翻译成英文的 眼前呢是一个杂皮屋 这里有大概几十种不同类型的杂皮屋 眼前这座摩天大楼的名字叫 销售人员塔 空中公园的名字就叫 销售人员空中公园 这是大城市里一个很酷的地方 你可以乘坐电梯 自动扶梯或者缆车到哪儿 这里有瑜伽馆 露天剧场 舞蹈喷泉 还有餐厅 有很多美丽的植物 在这个公园里 你可以想要什么 想玩什么都用了 注意看老K买了一杯杂皮 花了多少钱 看 有点七八美金 老K迫不及待的喝了一大口 爽 边听着音乐 边喝着杂皮 您说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呢 有人管它叫屋顶花园 因为坐落在山城楼之上 上面呢 有六百多株大树移过来 还有上万种植物 花卉 在这里呢 还有小朋友玩的游乐场 以及一些喷泉呀 长椅呀 很多很多的椅子 你到处都可以坐下来 在这悬浮的公园里散步 你真的是听不到市区内的 汽车鸣笛声 在这高楼伶俐的城市里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园林补充 周日来到这里 呼吸新鲜空气 将自然以现代城市设计 无缝的融合 我们到达这里参观 就感觉到 在空中花园里 在这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中 远人注目的建筑 以及它在城市中心提供的 充满活力的社区空间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销售人员公园 是自然与城市生活和谐共存的证明 无论您是寻求绿色修养地的当地人 还是渴望探索创新城市空间的游客 销售人员公园都能在旧金山城市中心提供给令人 耳目一新 充满活力的体验 在这里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年龄 沙花的在这里放飞自我 这是从热带以来的一些椰子树 而老黑莫这个树呢 是当地的一种树 这里的草地维护得特别好 孩子们上面玩 怎么也想象不到 它是在空中 在山城楼之上 你可能会问那你怎么下去呢 别着急 在这个公园到处都有下楼梯的台阶 你可以走下去 也可以坐电梯下去 把公园建在城市的上方 这看起来很疯狂 但是呢这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这个公园就像一颗隐藏在城市混乱之中的宝石 我非常喜欢它 这是我们深度游旧金山的第三站